陈依涵、有幸和邱澤 今天出席新劇的宣傳活動 劇集講述一個以創業為主軸的愛情故事 飾演癡心男的邱澤 在劇中默默守護陈依涵 丹戀多年不求回報 邱澤說自己在現實中 傾向盡快確定關係 而有幸就透露自己 中學時期的一段暗戀時 我會逼到最後都不告白 小時候啦 小時候真的不趕快 看到她我都會趕快 旁邊都會推推推 然後我就 而且那時候是全班上最皮的男士 也喜歡她 全世界這樣講 所以我就默默暗戀 所以最長紀錄就是 至今未告白 陳以涵在劇中被兩位男士 心情追求 他說現實中的他比較享受 有距離的愛情 繼而被問到三年前 報入婚姻的原因 他率直的答案也來不少少聲 談過除了我老公 談過最久的是 他說他住在紐約 你知道日夜顛倒 完全都不願意 我就不想要很膩 很膩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距離比較… 因為我自己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結婚真的是… 因為我懷孕 然後就說沒有了 結婚…沒有了 我老公的女人也很忙 沒有…也許我想本人也很忙 然後那時候是給我滿有安全感的 劇中有幸和陳以涵一起上山露營 感情升溫 這場戲在去年年初的寒冷天氣中拍攝 陳以涵今天就分享拍攝時的辛酸 你們那一拍很難拍耶 我看你們在山裡面… 冷不冷 真的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就覺得天啊 我好冷喔 真的 我怎麼…我穿那個… 而且我為什麼要穿高跟鞋爬山 我真是有毛病 那妳演得很棒啊 因為我…我是拍完這部戲之後 我才開始愛上爬山 我後來就真的去爬山 沒有人會這樣上去耶 我覺得我的…可能登山社的知識 真的是沒有學好 難怪武術要離開我 他不帶我去 我這是個脫油瓶耶 我在裡面是蠻衰的 是 劇集其他主要演員包括林心瑜、簡曼書等 這日未有出席活動 不過邱澤都提及簡曼書在劇中的演技有所突破 大讚對方做足功課